5月9号408分 人民艺术家秦怡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 小年100岁 演员普存心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听闻秦怡老师逝世的消息非常感慨 她说秦怡老师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楷模 她的美不在于年龄而在于心灵 秦怡老师真的是好 她真的是我们的楷模 她是很美很美的一个人 这样我们感受到美不在年纪在心灵 她抗争救灾的时候 她说我要捐20万 可是她是一个退休的演员 她没有外快的 她的退休金能有多少 当时我看在台上就有人劝她 秦怡老师秦怡老师 您的心意我们领了不能这样 但是我事后问 她确实是捐了20万 满头银发皮肤雪白精致的妆容 一直以来出现在镜头前的秦怡 总是身穿一袭剪裁合身的连衣裙 优雅端庄 丝毫没有因为年龄忽略对美的追求 普存心向记者回忆了 与秦怡在台湾遇到921大地震时 她面对生死依旧优雅从容的人生境界 我们从酒店里下来的时候 满街都是人了 棚头垢面就睡着半截觉 那时候是一两点钟的样子 屋里都没电了 然后就是应急灯 她一个人住在房间里 她没有什么保姆啊 助理啊什么 我们在走廊里想等她一起下楼 20分钟她要打扮好了才出来的 她是一丝不乱的头发 涂上口红打上粉 她才走出来 我特别震动 你知道那时候得投命吧 她真的打扮好了 还拿着她的小包包出来 她不害怕 她很震惊 秦怡1922年出生在上海 1939年参演个人首部电影《好丈夫》 出演过《马兰花开》 《女兰五号》等众多影视作品 93岁时 秦怡还身兼出品人 编剧 演员 不拿一分报酬拍摄了以青藏铁路建设为时代背景的电影《青海湖畔》 普存心表示 这部电影情仪曾邀请过她出演 但由于档期重叠没有成型 回忆起来非常遗憾 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她说小浦你要来参加我的电影 你要演重要角色 我是口上是答应 但是我真的是话剧演出 我去不了的 后来是同瑞心去的 我见到她又不好意思 但是她 她说没事没事 她要排青藏铁路那些英雄模范 她被这个所感动着 她就是这样的情怀 这个绝对是为中国电影的贡献 她用生命做贡献 生命的最后十年 秦怡仍然在做很多事 她曾向媒体说 活着就要拍戏 活着就不退缩 95岁时 她还出演了《妖猫传》 96岁出演了《一切如你》 八十余载的演艺生涯 成就了秦怡星光璀璨的一生 成为中国历史长河中最亮的那颗心 我们像是坐在台下的观众 她的艺术人生是精彩的 生命是一个杰作 我们为她喝彩 我们为她致敬